它的规则是1234,放在1234 然后底下是5678,放在底下5678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抓的话,当然因为这个地方一定是不能用V函数的 所以V函数到此结束了 跟它拜拜了,因为不能用你了 OK,因为这个没办法用,所以很多人一直执着说 老师,用V函数怎么做,我说没办法做 但是他一直习惯用V函数 除了这个之外以外的他都不熟悉 我建议如果你除了V函数之外,可能他在另外熟一个index index其实也用的蛮多的,通常会配合match 所以你也许把index配合match怎么做,他会了解一下 这个index它其实按确定之后,它需要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array,array就范围,哪个范围? b2,Ctrl-shift向下,b2到b33,这个是我们要抓资料的来源范围 所以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roll number,哪一列? 如果是这个储存格,应该是第几列? 应该是这个范围,这个不是看这个,应该这个是第一,它的范围的第一列 所以我们基本上这边应该输入1,然后这边的话应该输入几栏呢? 因为它只有一栏,所以一定是1 也就是说这个范围不会动,请各位按F4,把它锁起来,固定的 然后column也只有一栏,所以这个数字跟这个数字不会动 动的话只有这个,所以你按确定的话 它基本上会帮我先抓到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栏 第一栏是这个,第一栏 没错,录制时间,确定 那怎么会这样? 它这个萤幕有点怪怪的 反正应该是这个过来才对 可是它这个好像上面就是有点残疑,不管 反正就是已经带过来了 那再来的话再带第二个,带第二个实际上如果以这个公式来看 就是这个公式后面要抓姓名嘛 所以其实这个公式如果贴上的话 直接把前面跟后面保留 中间这个参数改成2就可以了 打勾 刘洋盒,这个就正常 这个就变成3 主要是改这个参数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可以这边是1234 5678 901112 有没有,因此类推 那再把得到的这个公式的结果 放到这边的这个参数的话 并且配合index 那我们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有没有,逐一逐一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把我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很讨厌 这个 还是有 这 而且清也清不掉 讲到全联的那个广告 它又会跑掉 算了 OK 好,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这个地方的话可能需要用到那个参照函数 参照函数第一个用colon 刚刚有用到raw colon 按确定 它会参照到第几栏 所以你向右拉的话变4567 但是我今天应该是这个要1的话 我就把它减掉多少 减掉3嘛 有没有 它是第4栏 可是我因为我要得到数字是1234 有没有,它向下填满 还是1234 可是我希望哦 这边是1234 向下拉的时候 它变成5678 自动怎么样 加上4的1倍 加上4的2倍 加上4的3倍 有没有 其实它因为4个栏位啦 所以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后面其实你可以什么 再加 那你有想过 向下拉 哪个 如果我说它向下拉1个 它就自动加1 所以我们 有个raw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用到raw 小瓜糊 那特别注意 我们的习惯是先把 目前的raw 它现在在第几列呢 第2列 所以请你先把它减掉 减掉2 为什么要减掉2呢 因为 我在这一列呢 我不加上4的倍数 可是后面的话呢 我要加上4的1倍 4的2倍 所以后面请你乘上多少 乘以4就好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因为目前这个我不要加4 但是我下一列 下一列变成是3 那3减掉2刚好就1 所以1乘上4刚好1倍 然后再下一个就变成4 4减掉2那就2倍 3倍 完全match我要的 所以其实 Column跟raw 其实就可以变出我们要的那个参数了 OK 所以把它打勾 向右 向下 到32 所以1到32就有了 这个其实还可以做很多 像什么做月曆 做周历 其实都可以做出我们要的这个东西 然后直接把这个公式减下 放在哪里呢 刚刚最近使用过的index 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raw number底下 哪一列 那刚刚我讲过这个固定是1 这个固定是这个范围 Ctrl Shift向下 然后记得把这个范围把它锁起来 固定起来 F4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第一阶段 向右 向下 有没有 有没有 它的入职时间 姓名 公号 内部号码就通通出现了 然后把它 这个 选取 点两下之中 调整栏框 但问题第二个 这前面帽号的东西 我不要 所以我要怎么把它去掉 比较简单 当然呢 方法很多啦 那之前我们就想过 比如说用什么资料剖析 不过我这已经 已经做到这里就 看有没有什么 另外还有个方式 其实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Mid Mid函数还记得吧 Mid是算的吧 这边算四个 可是你会发现上面刚好四个字 一个冒号五个字 的下一个字 所以只要这个的长度 有没有 加上两个字 的后面的东西 帮我留下来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要做到这个效果 我就再把刚刚的公式怎么样 把它减下 再把它贴到哪一个呢 贴到那个Mid函数 就文字里面的那个Mid的函数 那我一样把刚刚的东西贴到Tesl StarNumber的话就是什么 它这个的长度 所以L1 先给 算一下哦 我上面有几个字 日子的时间刚好四个字 但是我要冒号的下一个字 所以加二 有没有 第六个字开始哦 那帮我抓几个字 抓后面的全部的字 那我就输入99 人家想说99 老师没有99个字耶 意思就是说全部都要了 反正 当然了 我之前本来也是傻傻的 就一直在那边算 我发现不用啊 后面全要我给他一个大鱼 这个数字就好了 那不就全部都留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取巧一下 千万不要傻傻的 好像 就好像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个输入99 我觉得这个还 蛮聪明的办法 OK 所以以后你看到99 老师这没有99个字 没有全部要了 OK 按确定 有没有 那底下的话向右 再向下 诶 错了 为什么 还有个地方 对 锁哪里呢 为什么出错呢 诶 对 其实哦 因为呢 我们那个 这一个栏位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当你向右的时候可以变 但是向下的时候不能变 如果向下不能变的话 一定要把1给锁起来 那你低不能锁啊 因为你如果低锁了变通了四个字 但这边是两个字啊 那算出来不对 OK 所以记得最后的关键 一定要在1前面加一个锁 如果没锁 那很抱歉就出错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按确定 向右 再向下 就打过 最后呢 你再把它选四个栏位 自动调整的话 除了说你可以从这边点那个自动调栏 太慢了 我觉得我习惯在选这边之后 在任何一条线上点两下 它就自动调好了 资料就OK了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 那只好突发链钢了 突发链钢实在是也不太好办法 如果你们公司员工少一点还好 如果都几万个员工的话 我看你做到下班都还没做完 OK 所以试一下 要把重点回顾一下 1 我们先产生1到32的那个 那个什么 数字column-1, rho-2,瓜虎乘2 然后呢 再来的话用index 去查到它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几列的第一栏 这个1是第一栏 因为只有这个范围就一栏 然后再利用mid 去取得什么呢 我们长度的冒号的后面那个字 所以加2 然后后面全部都要就99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哇 你会发现哦 光使用的函数 就总共有column, rho-2, 再加上index-3, 加上mid-4, LEN-5, 5个 哇,这个公司 其实 说长不长 但是其实复杂度已经相当高了 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 如果用VBA怎么做 的话 我们再来看